真言第一章 以色列王大魏儿子 所罗门的真言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慧 分辨通达的言语 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仁义 公平 正直的训慧 使愚人灵明 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慧人听见 增长学问 使聪明人得着智谋 使人明白真言和辟语 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 敬畏耶和华世知识的开端 愚妄人 藐视智慧和训慧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慧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划官 你向上的金链 我儿 恶人若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 他们若说 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 要敦服害无罪之人 我们好像阴间 把他们活活吞下 他们如同下坑的人 被我们胡伦吞了 我们必得各样宝物 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 我们共用一个囊带 我儿 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 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好像飞鸟 网罗射在眼前 仍不躲避 这些人埋伏 是为自流几血 敦服是为自害几命 凡贪恋财力的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 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宽阔处发声 在热闹街头喊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发出言语 说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 泄曼人喜欢泄曼 鱼丸人恨恶之事 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 指示你们 我呼唤 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 无人理会 凡轻弃我 一切的劝诫 不肯受我的责备 你们遭灾难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我必吃笑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 灾难来到 如同暴风 急难痛苦 临到你们身上 那时 你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地寻找我 却寻不见 因为你们恨恶之事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不听我的劝诫 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所以 必吃自洁的果子 充满自赦的计谋 愚昧人被盗 必杀己身 愚昧人安逸 避害己命 唯有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 真言第二章 我儿 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存迹我的命令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 寻找他 如寻找银子 搜求他 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 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因为 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口而出 他给正职人 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纯正的人 做盾牌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互避前境人的道 你也必明白 仁义 公平 正直 一切的善道 智慧 必入你心 你的灵 要以知识为美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欢喜作恶 喜爱恶人的乖僻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她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蒙月 她的家陷入死地 她的路偏向阴间 凡到他那里去的 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唯有恶人必然减除 奸诈地必然拔除 真言第三章 我儿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 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景象上 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 有聪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 滋润你的白骨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 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 有心酒盈意 我儿 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因为得智慧 胜过得银子 其利益强如金金 比珍珠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 都不足于比较 他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他的道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术 持定他的聚各有福 耶和华以智慧立地 以聪明定天 以知识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低下甘露 我儿 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 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这样 他必做你的生命 景象的美事 你就坦然行路 不致碰脚 你躺下 必不惧怕 你躺卧 睡得香甜 忽然来的惊恐 不要害怕 恶人遭毁灭 也不要恐惧 因为耶和华 是你所倚靠的 他必保守你的脚 不陷入网罗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 不可对邻舍说 去吧 明天再来 我必给你 你的邻舍 既在你附近安居 你不可设计害他 人未曾加害于你 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不可极度强暴的人 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因为乖僻人 为耶和华所憎恶 正直人 为他所亲密 耶和华 咒诅恶人的家庭 赐福与义人的居所 他计较那好计较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智慧人必承受尊荣 愚昧人高升 也成为羞辱 真言第四章 众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以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存迹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荣 他必将华冠夹在你头上 把荣免交给你 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易受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 脚步避不至狭窄 你奔跑 也不至跌倒 要持定训会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若不行恶 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他们以兼饿吃饼 以强暴喝酒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 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误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它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斜屁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 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 当向前直观 要修凭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 离开邪恶 真言 第五章 我儿 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 嘴唇保存知识 因为淫妇的嘴 低下风靡 她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苦似阴沉 快如两刃的刀 她的脚下入死地 她脚步踏住阴间 以致她找不着 生命平坦的道 她的路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你所行的道 要离她远 不可就近她的房门 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 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 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外人的家 终究 你皮肉和身体销毁 你就悲叹 说 我怎么恨恶训惠 心中藐视责备 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 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 几乎落在猪般恶中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饮自己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 岂可掌溢在外 你的河水 岂可留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取的鸡 她如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愿她的胸怀使你实时知足 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我儿 你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 她也修凭人一切的路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她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神所缠绕 她因不受训惠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 必走岔了路 她的孔子 未经许可,不得人不得人 我儿子 无论 无论